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上 手机里的01APP突然提示系统更新 迷迷糊糊中 小白直接选择更新 第二天 小白迫不及待想要试一下新版本 他对着同事各种拍拍拍 给领导拍 朋友拍 给热情的便利店阿姨拍 他玩得不易乐乎 对于自己的杰作 小白觉得自己就是个天才 偶然的机会 他遇到了给他推荐这款软件的朋友 小白激动的上前分享软件升级后的效果 可朋友们一脸茫然 原来只有自己收到了更新提示 小白不由得窃喜 自己的怨气可真是不一般的好 晚上 在与水哥约会时 他又忍不住拍起了照 看着痴迷的小白 水哥只能选择无事 他把准备好的戒指拿了出来 深情告白 小白很感动 隔天 小白刚到公司 老板一脸忧伤着说 和他要好的女同事早上去世了 小白难以置信 还没等他回过神 老板瞬间倒地 也领了盒饭 连续两个人的去世 让小白很不安 他怀疑难道是手机APP的问题 看着相册里的照片 他惊奇地发现 两人的死亡顺序竟和自己拍摄的顺序相吻合 当看到便利店阿姨的照片 他立马赶往便利店 可还是晚了 阿姨也在清晨去世 软件里的人挨个死去 让小白开始后怕 因为软件里最后一张照片 不是别人 正是水哥 他想试图删掉照片 系统却提示 无法删除 他拨通水哥的电话 让水哥注意安全 不要动 挂了电话 他又拨通了急救电话 他语无伦次的话语 让电话那条的工作人员听得莫名其妙 冷漠地挂断 没办法 先找到水哥再说 不一会儿 他就发现了水哥 水哥看到小白很高兴 他快步穿过马路 以至于没有发现行驶而来的汽车 好再虚惊一场 小白连忙上前紧紧抱住了他 刚以为逃过一劫 此时 头顶上的钢筋掉了下来 一瞬间 水哥推开了小白 自己倒在了血泊中 晚上 小白失魂落魄地回到家 他想要删掉这个APP 可系统再次提示无法删除 无意间 他翻到了使用说明 上面提示 被拍到的人就会变成真正的鬼魂 而此时 所有被他害死的人的鬼魂找上了门 他无路可逃 无助地抱着头往后退 这时 水哥出现了 他深情地抱住小白 而这一连串的打击 让小白彻底崩溃 他像疯了般笑着 随后拿起手机 对着自己拍了一张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影片到此结束 所以说呀 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拿亡魂去了 既然你喜欢开鬼的玩笑 那鬼只好开你的玩笑了 好了 小说一目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灵魂APP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